当我们背景离乡去了一个新的城市上学打工 又或者是移民 不知不觉中呢 当你再次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已经被潜移默化的改变了许多 无论生活上言语上又或者是新的概念上 没错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行为习惯呢会被社会所影响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在加拿大你可能会被影响的社会习惯 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声歌 我是你们懂生活爱科技 天天爆娃 加拿大最帅的声声 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第一呢就是电梯扶手站左走右 没错 加拿大这个农村呢也是有电梯扶手的啊 当你在商场啊地铁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选择站在右边 左边去空着 这并不是给你机会走到别人身边 讲一些土味情话的或者搭讪的啊 这是把左边的过道让给比较着急的人先走 也许会有抬杠的人会说 加拿大人不都是节奏很缓慢吗 拜托 谁还没有尿急的时候是不是 你可能会问 如果这些人挡住了左边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大概就是会被众人冷眼 以及说一句excuse me 第二点呢就是礼貌请门 让人先走 有的时候你到商场 跟着一大群人进入大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个人帮你开门 当你赞叹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庙 社会主义呱呱叫的时候呢 你以为的门童其实跟你一样也是这个商场的顾客或者是消费者 他们真的就是单纯的帮后面的人请住门 方便后面的人呢先进入 我自己也是做过门童的啊 看着阿姨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啊 内心的小舅舅那个澎湃 真想问问他们的女儿都多大了 不过有的时候呢 也会挺尴尬的 比如这个门童啊 后面紧跟着几个人开门 谦让一下无口厚非 但是有的时候呢 后面的人离着你大概五六米远 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距离 你等吧 他们会觉得你真的就是个门童 你不等吧 感觉我这个绅士的这个招牌啊 已经不保了 所以如果是你呢 你会怎么做 弹幕的留言走一步啊 另外就是踩你一脚也会抱歉 加拿大人呢是出了名的有礼貌 这一点呢 还真的不需要太过纠结啊 你在加拿大住久了 去美国就会发现 美国人就会差一些 也许跟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有关系吧 加拿大整体呢 都是会更加的包容和礼貌客气一些 加拿大人非常爱说sorry 这点就连美国人也会拿这个梗啊 开玩笑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人 你踩他一脚 看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了 因为八成加拿大人会说sorry 大家注意了哈 我要敲黑板了 这里说的是被踩的人说sorry 可能言外之意啊 就是对不起 我的脚隔着你了 不过从侧面也确实说明了 加拿大人很懂礼貌 没事道个歉什么的 家常便饭 你能想象一下一个东北人和一个加拿大人撞到一起了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下点就是吃饭喝酒样样AA 甭管多好的哥们多亲的闺蜜 无论在饭桌上还是酒吧里 一说到买单那绝对是铁面无私AEA都是轻的 为什么说AEA都是轻的呢 因为更多的人呢是选择你负你的我负我的 比如两个家的人一起去中餐馆吃饭 你点一个鱼羊肉丝25 我点一个麻婆豆腐15 最后结账呢也是你买你的鱼羊肉丝 我买我的麻婆豆腐 大家会说那这个吃饭怎么分呢 哎我点了麻婆豆腐想吃鱼羊肉丝 那我就会问对方可不可以分一点给我 如果对方想吃我的麻婆豆腐 对方也可以问我 最后也可以协商是不是要一起AA 还是说真的就是你负你的我负我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啊 谁吃谁知道 最后一点呢我想说就是逢人微笑啊 你的牙齿真的好美 这个我自己本身呢是有很深的体会 早年间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住的地方呢比较偏本地人比较多啊 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经常可以受到路人的微笑和点头 久而久之你走在路上呢 有的时候也会偶尔像其他路人一样 拖出一个微笑啊 一个善意的符号 有的时候残酷的世界多一点微笑 也来得未尝不可嘛 也是一件令人宽心的事情 好了以上就是本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转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放